大家好 吉利的星锐 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熟悉的 在10到15万元这个价格区间 也是自主品牌非常少有的 无论说是本身的产品力 还是说终端的市场销量 都表现非常成功的产品 今天我们来体验一款 即将要推出的全新的车型 它就是吉利星锐扶摇版 那我们直接来说这台车 我觉得变化最明显的一点 就是它换装了吉利全新的 1.5TD的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它其实和博越L的1.5T是同款的 最大功率133千瓦 峰值扭矩290牛米 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虽然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开起来 但是以这套动力系统 在其他车型上的表现 我觉得满足各种工况下的驾驶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此前的星锐的2.0T版本 我觉得它的优势明显就是 它的排量以及动力的储备 但是肯定也会有很多家庭优户爆 可能油耗相对来说就要更高一些了 那这次1.5T版本的推出 就是给大家一个更丰富的选择 如果说你更加在意燃油经济性的话 那这台1.5T的发动机 官方给出的每百公里的油耗是6.2升 而且它是可以烧92号油的 所以整体的经济性会明显提升 那如果说你更在意动力表现的话 我觉得2.0T的版本 其实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 那说完动力以后 我们再看看这台车其他方面的变化 首先就是这个配色 那星锐伏妖版是有一个专属的 叫做彩青色的配色 也就是大家在镜头中看到的这款 我觉得它的整个发色 有点类似于中国水墨画的那种墨绿的颜色 还是挺有中国风的一种感觉 显得是挺独特的 那除此以外 其实星锐在改款以后 它的主要变化在于它的格衫 整体的造型会变得更加简洁 而且更加的饱满 而且星锐这台车 我觉得它的整体设计给我的印象 就是它的尺度拿捏非常的到位 它既可以说有这种年轻的运动感 同时又不会显得过于的夸张或者个性 所以无论说是年轻人把它作为自己的代步车 还是那些家庭用户 买来家用 我觉得都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 那星锐这台车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车身尺寸 虽然它官方定位是一台紧凑级轿车 但其实它的车长已经接近了4米8 轴距达到了2米8 这已经和很多的B级轿车接近了 那这带来的其中一个好处 就是它整个车身侧面的线条 显得非常的舒展和优雅 整体看上去的比例感是非常协调的 我觉得直白一点说 就是非常显贵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辅导版车型 现在还没有公布配置表 但我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17英寸的轮圈 然后匹配的是加通一个偏向舒适取向的轮胎 其实也是挺符合这台车本身 一个偏向于家用的定位 包括这台车的尾部设计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双出的排气也是得到保留的 我觉得整体的精致感依旧是非常在线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车内看看吧 来到车内其实这台辅药版 它也是延续的星锐一贯 这种比较高水平的内饰的用料 以及设计水平的 软性材质的填充还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像底下的这块皮质 包括方向盘的整体握感 我觉得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 这台辅药版它会采用一个全黑的内饰配色 然后会有这种亮黄色的缝线的点缀 我觉得整体车内的氛围 还是足够有这种时尚感以及运动感的 包括这种黑色的配色 其实也符合很多家庭用户的这种偏好 也包括这些细节的装饰 比如说它的中央通道这个位置 是有这种网格状的花纹的饰板 其实整体的实际观感是挺有高级感的 包括说它的上面这块饰板 包括门板上这块饰板 它是有叫做雷克3D工艺的这么一个雕刻的 上面这些纹路显得也是挺有那种年轻的气息的 在配置方面 目前我们还没有拿到配置表 我看到了说一些变化 这台车它的液晶仪表并不是全尺寸的 然后12.3英寸的中央屏是被保留下来的 包括说像这些常用的一键启动 无药是进入 还有全景天窗 这些都是肯定保留的 包括主驾驶也是电动调节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它整体的配置水平 大家应该是不用担心的 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现在的试装车 我们还没有办法体验它的车机表现如何 未来会有机会 我们再去体验一下 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台车整体内饰的一些材质 包括精致感的表现 在同级别车中依旧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这台车的后排空间 毕竟轴距达到了2米8 所以我觉得腿部空间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我的身高是1米75左右 前排就是正常的驾驶坐姿 腿部空间基本上是达到三拳 这么一个水平 头部空间如果我坐的很正的话 基本上是2到3指这么一个水平 其实后排空间我觉得完全大家不用担心 在A级轿车里面 应该算是一个很宽敞的水平了 也包括说它的整个坐垫长度以及承托感 还有它的填充的这种后市程度 我觉得在这个级别中也都算是表现 挺优秀的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作为为家用车来讲 我觉得它的后排空间表现 确实是很大的一个亮点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其实现在国内的燃油车市场 依旧有着非常庞大的基础 对于吉利这种传统车企来讲 一方面它要向前看 要加大新能源领域的投资 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放弃传统的燃油车市场 确实是很有挑战的 那这次星锐的辅导版的推出 也证明了吉利并没有忘记 传统的燃油车用户 1.5T版本车型确实是满足了很多用户 对于这种小排量车型的需求 同时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这台车还没有公布正式的售价 但我个人预测 这台车应该会在此前2.0T版本车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下探 毕竟现在的国内市场这么卷嘛 那平前的各位 对这台星锐辅导版的表现还满意吗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